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,只看过两回中国戏,前十年是绝不看,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,那两回呢,全在后十年,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,就走了。 第一回呢,是在民国元年,我初到北京的时候,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,北京戏最好,你不去见见市面吗?我想啊,看戏是有味的,更何况在北京呢?于是就兴致勃勃的跑到了个什么园,戏完已经开场了,在外面也听到咚咚的响。 我们挤进门,挤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,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,再定神四面去看,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。挤过去要坐时,又有人对我发议论。 我因为耳朵已经黄黄的响着,用了心听才听到他是说,有人,不行。 我们退到后面,一个辫子很光的,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,指出一个位置来。 那么这个所谓的位置,原来是一条长凳。 然而啊,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还要窄到四分之三,而他的脚呢,比我的下腿还要长过三分之二。 我开始呢,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,接着我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,不由的,毛骨悚然的走出去了。 走了许多路,忽然听到我的朋友的声音道,究竟怎的? 我回过脸去,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。 他很诧异的说,怎么总是走,不答应。 我说,朋友,对不起,我耳朵只在咚咚惶惶的响,并没有听到你说话。 后来我每一想到,便很以为奇怪,似乎这戏不太好,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。 而第二回呢,忘记了是哪一年了,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,而谭教天还没有死。 这个谭教天呢,是当时的一个京剧演员。 这个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,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,扮演的多是明觉,其中之一就是小教天。 我买了一张票,本来是对于劝募人了以色泽的,也就是说敷衍一下了事。 然而呢,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机对我说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话。 我于是忘了前几年的东东惶惶之灾,进到第一舞台去了。 但是大约也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重价够来的宝票总得使用了才舒服。 我打听到说叫天出台是迟的,而第一舞台却是心事构造,用不着正座位便放了心。 所以拖延到了九点钟才过去,谁料到啊,是赵丽,人都满了,连立足也难,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从中,看一个老蛋在台上唱。 那老蛋呢,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直撵子,旁边有一个鬼族,我费尽心思才疑心他或者是牧连的母亲,因为后来呢,又出来了一个和尚。 这个呢,就是当时的一个剧目了。 然而我又不知道那明爵是谁,就去问挤在我的左边的一位胖绅士,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,说道,公云府,我是身窥浅漏而且粗疏,脸上一热,同时脑里也制出了绝不再问的定章。 于是,看小蛋唱,看花蛋唱,看老生唱,看不知道什么角色唱,看一大班人乱打,看两三个人互打,从九点多到十点,从十点到十一点,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,从十一点半又到十二点。 然而,这叫天,竟然还是没有来。 我向来啊,没有这样忍耐地等候过什么事物,而更何况,这身边的胖绅士是虚虚的喘气,这台上的咚咚哐哐的敲打,红红绿绿的晃荡,加之以十二点,忽而使我醒悟到,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。 我同时,我同时便机械地凝转身子,用力往外执一挤,便觉得背后已经满满的。 大约呢,那弹性的胖绅士,早在我的空处,盘开了他的右半身了。 我是后屋回路,自然,挤而又挤,是终于出了大门。 街上,除了专等看客的车辆以外,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了,大门口却还有十几个人,昂着头看戏幕,别有一堆人呢,站着并不看什么。 我想,他们大概是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,而这叫天,却还没有来。 然而业气很清爽,真所谓,沁人心脾。 我在北京遇到这样的好空气,仿佛这是第一遭了。 这一夜,就是我对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。 此后,再没有想看它。 即使偶尔经过戏源,我们也漠不相关。 精神上,早已经,一在天之南,一在地之北了。 但是前几天,我忽然在无意之中,看到一本日文的书。 可惜呢,忘记了书名和作者,总之是关于中国戏的。 其中有一篇,大义仿佛说,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,是看客,头晕脑眩,很不适合于剧场。 但如果是在野外散漫的所在,远远地看起来,也自有它的风质。 我当时就觉得,这正是说了我在意中,而未曾想到的话。 因为我的确记得,在野外看过很好的好戏。 到北京以后的连进两回戏源去,也许还是受了那时的影响呢。 可惜啊,我不知道怎么一来,竟将书名忘却了。 至于我看那好戏的时候,却实在已经是远在瑶瑶了。 那时候,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。 我们鲁镇的习惯,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。 如果自己还未当家,夏天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。 那时,我的祖母虽然还健康,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, 所以夏天便不能多日的归醒了,只得在扫完墓之后,抽空去住几天。 这时,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。 那个地方叫平桥村,是一个离海边不远,极偏僻的,临河的一个小村庄。 住户呢,是不足三十家,都种田打鱼。 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。 但这里对我来说是乐土,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, 又可以免念什么智智思干,悠悠南山了。 和我一同玩的呢,是许多小朋友,因为有了远客, 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到了减少工作的许可,办我来游戏。 在小村里呢,一家的客,几乎就是公共的客。 我们的年纪都相仿,但论起辈分来,就至少都是叔叔, 还有几个是太公,因为他们全村呢,都同姓是本家。 然而我们是朋友,即使偶尔吵闹起来,打了太公, 一村的老老小小,也绝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。 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,不识字。 我们每天的事情呢,大概就是绝丘炎, 绝来之后,穿在铜丝做的小钩上, 扶在河檐上去钓虾。 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, 绝不怕用自己的两个大钳子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, 所以不到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。 这虾呢,照例是归我吃的。 每天做的事情其次,便是一同去放牛。 但或者因为是高等动物来的缘故吧, 黄水牛都欺生,改于欺负我。 因此,我也总不敢走近身, 只好远远地跟着站着。 这时候,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我会读《智智思干》, 却全都嘲笑起来了。 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期盼的, 却是到赵庄去看戏。 赵庄呢,是距离平桥村五里的较大的一个村庄。 平桥村呢,太小,自己演不起戏, 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,算作合作的。 当时呢,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。 现在想,那或者是春赛,是设戏了。 就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, 这一年,这日期也看看就要到了。 不料这一年真是可惜, 在早上就叫不到船。 平桥村市只有一只早出晚贵的航船是大船, 绝没有留用的道理, 其余的都是小船,不合用。 央人到邻村去问, 也没有,早给别人定下了。 外祖母很气恼, 怪家里的人不早定, 续道起来。 母亲便宽慰她, 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, 一年看几回, 今天也就算了。 只有我急得要哭, 母亲却竭力地嘱咐我, 说万不能装模装样, 怕又招惹外祖母生气, 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, 说是怕外祖母要担心。 总之, 是完了, 到下午, 我的朋友都去了, 戏已经开场了, 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, 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。 这一天呢, 我不掉虾, 东西也少吃。 母亲很为难, 没有法子想。 到晚饭时候, 外祖母也终于察觉到了, 并且说我应该不高兴, 他们太怠慢, 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。 吃饭之后, 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, 高高兴兴地来讲戏, 只有我不开口, 他们都叹息, 而且表同情。 忽然间, 一个最聪明的双喜, 大悟式的提议了, 他说, 大船? 巴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吗? 十几个别的少年也大悟, 立刻窜躲起来, 说可以坐了这船, 和我一同去。 我高兴了, 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们, 不可靠, 母亲又说, 若是叫大人一同去, 他们白天全有工作, 要他熬夜, 是不合情理的。 在这迟疑之中, 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, 没有大声地说道, 我写包票, 船又大, 训歌向来不乱跑, 我们又都是食水性的。 诚然, 这十多个少年, 尾时没有一个不会浮水的, 而且有那么两三个, 那还是弄潮的好手。 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, 便不再驳回, 都微笑了, 我们立刻一轰的, 出了门。 我的很重的心, 忽而轻松了, 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, 一出门, 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, 驳着一只白棚的航船, 大家跳下船, 双喜是拔前高, 阿发拔后高, 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, 较大的聚在船尾。 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, 我们已经点开船, 在桥石上一颗, 后退几尺, 即又上前出了桥。 于是架起两只鲁, 一只两人一离一换, 又说笑的, 又嚷的, 夹着潺潺的船头积水的声音, 在左右都是碧绿的斗脉田地的河流中, 飞一般的镜像照装, 前进了。